那么的话,针对于我们这个软件呢,它可以去做一些关于这个包装啊,或者广告海报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尺寸的问题了,那么在尺寸的当,尺寸,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产品,需要固定的尺寸的时候呢,一起被保存,只能被保存,但不能被打印的啊,复制线,那么首先看一下啊,复制线和标志工具一样,我们在这边有标识,你没看到啊,这上面有个标识的啊,复制线呢,和标识一样,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设置的一个显示, 和这个隐藏到,那么首先,我们在试图拆电下面,大家看一下,这边一个标识,这是勾选的,复制线也勾选的,勾选的意思就是说显示的意思,如果说你不勾的话,就不显示啊,那么显示,那么说明复制线呢,我们添加的时候,这个复制线会被显示出来啊,呃,我们可以在哪里呢,大家看一下啊,通过在标识上面,按照鼠标准,单击拖动,那么拉出来的话,从垂直的标识上面, 拉出一个复制线,这个复制线,这个复制线对应的上面呢,是什么,水平的数值,啊,那么从水平标识上面,拉出一个复制线,对应的是垂直的标识,啊,单击选送, 停列才减删除,单击选送,停列才减删除,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贴齐, 呃,不是贴齐,在选项里面啊,我们可以第一个,其实通过选项, 在选项里面的话,我们 midst这个选项啊,然后再在里面有个文档,文档里面叫做辅制线, directamente看到,显示辅制线,啊, 默认辅助线的颜色 以及默认预设辅助线的颜色 我们把这个加号点开 那么在这边有关于辅助线 一般来说 贴起这边有个叫贴起辅助线 贴起辅助线 如果说你把这个勾勾选了 在页面中移动对象的时候 对象将自动向辅助线进行靠其 我勾选一下 大家看一下 拿这个辅助线出来 那么我们这个单击这个推价 大家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一下最边缘这个部分 我的这个线最边缘部分 当我把这个图形的话 按得像左拖动的时候 你看 你们自己可以尝试一下 它会自动的怎么样 吸附过去 它会自动的吸附过去 这就是这个贴起的 然后呢 如果说我在选项里面的话 把它打开 把这个贴起给它去掉 那么我们在单击移动它的时候 移动它一点点 它就是不贴起 我们再移动一点点 它就是不贴 不贴 我就不贴起 贴起和不贴起 这个注意到了 贴起和不贴起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是贴起辅助线的一个作用 当然默认辅助线和这个默认预设辅助线 在对应的下单列表当中选择需要的颜色 我们可以自己进行自行的设置 你在这边可以选择颜色 还可以用这个吸取 吸取某种颜色 可以吸取某种颜色的 我单击这个 然后呢 这个辅助线设置当中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辅助线单击打开 辅助线可以设置水平垂直的 水平垂直的 或者说这个倾斜的 也可以在页面当中 按照这个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方向的旋转 或者说锁定或者删除 那么我们呢 这个刚刚所说的一个 就是说在鼠标移动到这个水平 水平或者说这个垂直标词上面 进行按照鼠标左键拖动 拖动的窗口里面去 可以拖出这样的一条辅助线 对吧 那么如果说将辅助线 我们拖动这个 拖动到某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在这边进行对它进行 再次单击选动它 你比如说 它默认的颜色 我单击它 它会选中 选中之后就这样的颜色 红色的 再次单击 它就会变成旋转了 上面旋转符号 单击去旋转一下 可以倾斜的旋转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锁定来这边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角度 通知辅助线的话 还可以在这边进行锁定 单击锁定之后 你选中它 移不开 移不开 那么就怎么办呢 比如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锁定住了 那么我们在排列车点下面 有一个解锁对象 解锁对象之后 我们又可以动了 没看到 那么在这边还有关于什么的 这几个东西 贴旗的这几个东西 后期会讲到的 刚刚说到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通过辅助线 在这个里面的话 也可以设置我们的辅助线 这个里面的话 是关于精确数值的一个调整 首先的话 这边的话 我们下面先来看一下 关于在这个里面 设置一个精确辅助线 比如说我要设置一个 你要设置一个包装盒 这边包装盒 你要的一个尺寸 比如说 第一步的话是从0 这上面有0的 你设置为0 添加为0 单击添加 我设置的是什么 这个垂直的 垂直的为0 这边的话 就会在这边添加一个辅助线 然后我在水平这边的话 也可以怎么样 添加为0的 再添加一下 水平为0 垂直添加一个0 刚刚添加0的 然后这边也添加一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的话是精确数值的一个添加 可以添加怎么样 添加我们的这个辅助线 那么这个添加水平辅助线 和这个添加垂直辅助线 这个的话大比较凭确 比如说在这边 我在这个里面是什么 这个上面的数值是什么 应该是水平垂直的 对吧 水平垂直当中的 那么我来数字一个100 添加一下 那么就是200之间的 那么如果说我再要加100呢 再加100 那么它们上面应该就是200 200和100之间 就是100的距离 对吧 那这是添加的一个辅助线 同样的添加这个水平和垂直 这两个辅助线的方法的话 它是一定的 那么在这边的话 我们继续看 叫做什么呢 这个辅助线 这边一个辅助线 什么叫做这个辅助线呢 除了添加水平垂直的辅助线之外 还可以添加一定角度的辅助线 那么在这边的话 大家看一下 首先 在这个里面注意看了 角度和一点 你没看到 我先把这个这两个东西的话 给它删除掉 比如说你选中 删除 或者整体的清除一下 这个清除一下 直线里面 角度和一点 大家没看到 这个的话是角度和一点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来看到了 角度和一点 我们在这个里面 X和Y组 我们输入一定的数值 100 添加 就添加了 角度和一点 如果说我在这边的话 再把那个里面输入200 添加 你没看到 XY的 你没看到 这边的话是100 这个是0 0到100的 这个是200 角度和一点 这是关于角度和一点 X和Y的 这边我们还可以添加角度 添加角度 我们设置一下 比如60 那么它就添加了一个60度的一个电量的风险 这是关于 在角度里面设置 因为我们刚刚我们在通过水值水平和水值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输入的话 就通过第六值来输入了 因为你要输入一个角度的话 水平和水值是大不大的 所以我们通过角度来设置 角度来设置 好了这边的话还有什么呢 叫做两点 那么什么也叫做两点呢 两点 是指要粘成一条辅助线的两个点 那么在这个选择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进行再看一下 把这个清除掉 清除 这几个东西给它清除掉 删除掉 删除掉 好了两点 注意看了 100乘以一个200 这个50乘以一个 我会织成80 请加一下 那么大家注意看了 在这边的话是关于两点 刚刚说的什么叫两点 两点是指要粘成一条线的辅助线的 要粘成一条辅助线的两个点 要粘成一条辅助线的两个点 是这个意思 要粘成一条辅助线的两个点 一个是 在这边是x和y里面 输入两个点的一个注标数值 两个点的一个注标数值 好了这边的话我们继续看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里面的话 还可以通过我们进行调整我们的一个单位 这边的话 这个角度和一点 我再把角度和一点 给大家去说明白一点 角度和一点 是指在某个指定的 就是说这个指定的某个点和某个角度 辅助线以指定的角度穿过该点 指定的某个点 其实我们在某个角度的话 给它穿过去 就关于这个 这个里面的话 比如说它是 它现在多少60多度 我可以把它进行设置一下 单击并拖动 添加 那么添加这样的一个 又添加了一个辅助线 这是关于这个辅助线的一个角度的设置 就是你可以设置多少角度的 多少角度的话 还要根据这个的 那么在这边的话 我把这个东西的话 给大家再删除删除 还有这个两点的 角度和一点 大家注意看 我把单击这个的话 选择一下 辅助线 在默认的情况之下 这个字是0 签字一下 它是以0 它是以0 感谢观看